哎,大家好,今天就3月5号了,好快的时间了。 昨天一看日历,侯哥今天来了加拿大的多伦多竹竹12年了, 我是2011年的3月5号那天登陆的,来那天我女儿在我上强击一周吃的饭嘛, 侯哥第一次吃那广东菜,吃得真好,现在那个饭店都没有了,都黄了, 因为年头多了嘛,就在我们附近,那广东菜馆, 侯哥长大,跑回吃的正宗的那个广东菜,叫强击鸡肉,现在没了。 哎,这一晃的时间好快的,12年了,侯哥在多伦多的12年,等于我在中国的44岁之前呢, 所有干过的好活付出的那么些的努力了。 当然有的时候侯哥怎么还敢看书,侯哥因为也不会干别,就得干这活的。 昨天下降很大的血,压倒很多数的,昨天侯哥干了一份, 这两天,侯哥因为也,就干了两份小活吧。 因为侯哥这也没有,暂时也,就血太大了。 昨天上了树,太危险了,那树那都是血呀。 所以侯哥给他干了一个中国同胞,革命以沙亚离回回家50公里。 我也没去给他报价,侯哥就去了,看看能给他做就给他做了。 哎呀,这个每个人的新移民来呀,都会招很多罪的。 你们看了现在侯哥觉得挺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侯哥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呀。 那时候侯哥来的时候呢,家园换人民币是1比6。 坐一趟公交车那20块钱人民币就3块3的加币,侯哥就舍不得坐。 我为什么对西亚宝这么熟悉呀,那时候侯哥就买了一小自行车,骑着,跟他走啊,溜着呀。 所以说就对这些战役非常熟悉。 现在侯哥倒可以了,每个人刚来的时候都会付出这种的。 我刚来的时候住的是个地下室嘛,是广度饮。 大家撒孩子,那孩子在楼上跑,你个楼下根本就睡不着觉。 加拿大这个房子都是木质结构,楼上一堆,楼下停的真真亮亮的。 所以说,侯哥住了两个月不三个月,临走出来,把那床一搬走,床底一滩水呀,那我就那么丑。 不知道才能不怎么,你看我们这房子都木质这么丑,但是我住的房子就那么丑。 那是,就是在石亚宝这块,侯哥始终这一年也没理会这个地方,还有个石亚宝就住你吧。 哎呀,人就是想开点吧,五十多岁了,也别吃那吃热的,就吃这东西,多吃好喝好,少烧心比啥都强了。 真的,哎呀,都挺好的吧,一切都。 这是异国他行吧,到外国要办什么事,一定得凭自己的脑力。 真正有事还是没人管你的,什么事得凭你自己吧,一定。 自己什么事多动心吧。 有一个网友问侯哥买铲铁铁铁铁,买什么牌的好。 你呀,不要买这打折的,买了好点。 侯哥买铲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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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当时坏了,老外当时就翻脸了,很不愿意给侯哥修。 但是侯哥修过一次,林温女儿,大伙子看老早清视频看了那个。 所以说,侯哥建议你要买,你买好点,别差那几件。 加拿大的工具,你要是干活,一定得买好工具。 你要侯哥干活买的工具,都是很贵,很好的。 好工具不当事,破烂冻真是坏。 你看我彩血机总不坏 你现在找到这些人有门管你了 所以自己也一定 当然也是像固定的商店 Home Depot的Lows了 Rona的好好买 好点的 因为这个彩血机加拿大得用 这下场大雪 前天下场大雪非常大 昨天我上面一下 这一道净出事的车呀 这场雪很大很大 你看现在还有意识都高 没话 这都三天了 过了这几年呢 当你在头一辈移民 都会吃很多苦的 第二代就相复 但你跟侯哥的孙子后代 他们会更相复的 这是个能源大国吧 好了 侯哥今天就跟那我说这些吧 过几天就干活了 捡车了 一球灵活就开始干了 天也脑了 好了 谢谢侯哥这些网友 两三年支持侯哥 看侯哥视频了 点赞评论了 这网友对侯哥真的好 我感谢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 谢谢你们了